我的名字叫吴小花 我在海口从事三岁以下婴入儿的照护 我开了一家早教脱育中心 佛罗拉国际早教脱育中心 是以我的英文名Flora命名的 我是在我儿子两岁的时候开的这家早教脱育中心 那么在我开这家早教脱育中心之前 我是在爱尔兰还有日本都有做早教脱育的管理纪念 那么这家机构已经有九年差不多九年了 就是我不是做就是每个星期上一次的早教课程的那种早教 也不是一文元的 我是从始至终都是职业做这个脱育 我是在爱尔兰获得我的这个托育的职业资格证书的 那么这个资格证书在整个欧盟都可以通用 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证书 那么现在在中国呢是没有托育这个专业的 所以为什么2019年是托育的元年 那么为什么就是托育的困难在于没有托育人才 在中国的高校是没有托育这个专业的 那么很荣幸我们的我们的机构啊就是是海南省首家备案托育机构 那么全台师范呢今年第一年遭受了早期教育的专业 那么我们有幸成为他们的这个这个教员基地 从下个选期开始他们就会有早期教育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实习 那么我们机构也担任了培养这个托育人才的一个职能 现在除了我们现在海德路这个托育员以外 我们也致力于为想做托育员的或者是托育一体化的幼儿园 提供这个托育体系课程体系运营体系 因为0到3跟3到6是不同的体系 那么这个周六我们做了一个海南托育的分享会 那么各个园长以及想投资托育的这个创业者 他们都有参加返想都非常好 因为0到3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0到3岁是人格健全的黄金期 那么一般传统的教育是忽视了这一块的 其实我在这里呼吁家长重视0到3岁的早期教育 那么0到3岁的早期依恋关系 是人一生当中所有关系的基础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会比较注重孩子的安全感的建设 还有他早期依恋关系的建设 那么孩子在这里他会感觉到安全 那么他能够去探索 那么孩子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健全人格的发展 那么孩子他自信自尊都非常高 还有他能够动手能力非常强 那么还有呢就是孩子在这里他能够被倾听被关爱被包容 那么他被看到了他能够很舒服的做他自己在这里 我们这里的不同在于我们的师生比例是1比4 这是芬兰的一个比例 只有1比4这个比例才能够确保孩子能得到即时性的一个回应 才能满足他身心健康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的课程的体系的特色在于尊重以回应式 就是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 那么我们及时去回应到孩子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孩子跟老师之间交流 老师总是用室内声音的孩子去说话 总是蹲下来视频线与孩子交流 那么我们的课程有七大体系 是根据英国的EYFS来建构的这个课程体系 那我们一日的托育都是课程 就是我们就是以游戏为主 那么这也是区别我们跟幼儿园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以感官探索为主 比如说用手画画用脚画画以感官探索为主 那么每个孩子都是探索的自己探索的一个CEO 最近省委书记沈晓明书记在接受洋来的采访中提到 要注重培养未来的人才 那么我们这里培育的就是世界的公民 未来的人才我们希望用爱与专业托育海盗的未来 那么现在我们托育的孩子是2019年 到2050年的时候他们31岁了 我期待看到他们成功的样子 我们是在海德路海的社区 欢迎社区周边的家长 那么带孩子到我们这里来 如果你还只三岁以下 那么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们负责专业带娃 我们是海南省首家 备案的托育机构 您放心